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Steven 今天又到介紹羊腩煲放題的時間 今天我就介紹一間在港島區 方便這一邊的觀眾 我今天就來到銅鑼灣崇光隔離的漁港會 如果有看我久的觀眾都知道 這間餐廳之前我都上過來了 每年都會推出一些不同的時令食物 包括現在推出的羊腩煲放題 開始介紹之前 如果還沒看過我的新觀眾 記得按訂閱鍵 還有看完片給個讚 我都不時會介紹 香港一些特色的餐飲 以及一些特價的放題 今年這間餐廳同樣都推出了 羊腩煲放題 任食2.5小時 其實今年大家都知道 通脹又很厲害 其實什麼都加價 我就跟老闆說 儘量把價錢保持黑制 即是逆思維 和去年的價錢差不多沒有加價 繼續做這個羊腩煲飲食 290元就可以全包飲食2.5小時 以這個價錢來說 在港島區來說 應該只有它是唯一做這個價錢 它有不同時段 有不同折扣 不過我簡單來說 我簡直說是一個全包價 最便宜是290元 紅色是1至4 7點前離座就有這個價錢 是全包的 黃金時段就353元 8點後就333元 如果大家都是5、6日才會過來這邊 其實都不是說差很遠 如果5、6日、假期和假期前夕 7點前離座 306元全包 星期五、6日紅日的黃金時段 就是372元全包 方體、特別支柱 當然就是要吃它的羊腩煲 以及這間餐廳 地點就很方便 旁邊就已經是銅鑼灣地鐵站 崇光出口一上來就到了 如果過開來銅鑼灣的朋友都應該知道 這間餐廳雖然很小 但其實這一年來 因應不同的時間 推出一些特別的菜式 羊腩煲飲食的套餐 其實它還可以包紅白酒、啤酒和汽水 今年我看到它的紅酒是升級了 那種紅酒就是一種西班牙紅酒 我覺得它的味道比去年還好 聽老闆說 這裡上來的朋友 可能是很多我的觀眾都喜歡喝酒 大家如果想要吃這個羊腩煲放題 記住打電話來訂位 因為這裡據我所知 近來都蠻爆炸的放題 除了本身的羊腩煲 還可以之後做火鍋放題 好事不宜遲 我們就開始羊腩煲放題 其實一坐下都不用想太多了 拿杯飲料、紅酒、汽水啤酒 坐下五分鐘左右 立即就有個羊腩煲上來 它的羊腩煲和其他不同 就是它的汁料是比較濃郁 一出來的窩底 你看到羊腩的汁質地 都是比較濃厚的 這裡也用了黑草樣子 裡面的材料 枝竹、馬蹄、冬菇 各樣都是蠻足的 而且這裡的老闆比較特別 他就不介意你 例如你想要多冬菇 或者某一種材料 馬蹄、枝竹 像我一樣 你就可以叫它多枝竹 羊腩煲 你也可以這樣自己調配 羊的質地 都是很有彈性 燜得都算是挺軟的 和所有材料 都是一大煲 在廚房裡攪拌出來 所以其實時間就會很統一 有些餐廳 就會分開來做燜煮 這裡據我所知 都是一大攀這樣做 所以其實幾樣材料 都是比較平均 特別喜歡 我覺得這個冬菇 是挺厚大的 還有羊腩 有一點點彈牙 羊香味 配合在一起吃 就最好 這裡也會有附乳 可以配合一起吃 所以整件事 都滿足一下 這個羊腩煲 如果大家添加 它會直接把羊腩 放回鍋裡 一邊煮一邊滾 所以羊腩的汁一邊收 就越來越濃郁 火鍋部分 如果大家喜歡吃羊的話 都可以用這個鍋 去繼續做一個火鍋放題 另外如果像我一樣 比較嚴賤 我就喜歡換鍋底 這裡大家換的鍋底 是20元額外的 它是單鍋 或者是鴛鴦 同樣價錢都是20元 這裡有六款不同的鍋底 我今天選擇了一個 冬蔭公 以及一款養生滋寶湯 養生滋寶鍋裡 有紅棗 沙森 和當季 藥材料 都是滿足的 這些時間 開始有濕有凍 養生鍋的確 是可以令到血氣循環 和有點驅到濕氣 不過 泰式的冬蔭公鍋 老實說 我就覺得是慢慢的 辣和香度 就不太突出 如果大家上來 就可以選擇另一個湯底 自己再試一下 說回火鍋 放題方面 全部都是QR Code 落單 不需要等很久 裡面還有很多材料 有幾款海鮮 包括龍躉片 大蝦 還有扇片 還有一些沙白 牛肉方面 有一隻澳洲和牛 安格斯肥牛 還有一些豚肉 再加上有些小食 例如魚皮 都蠻好吃 蠻爽脆的 還有一些菜 還有一份 就是黃帝菜 如果大家在吃羊腩煲放題 都可以加黃帝菜 一邊加黃帝菜 一邊吃羊腩煲 味道更加香 最後還有一點甜品 所以整個火鍋放題 材料都蠻豐富 這樣也不僅 如果現在大家訂位 還送大閘蟹吃 這隻今天都是時間 我們就吃一隻蜜蜜蜜蜜 我想它也是因應課源 有時有蜜蜜蜜 其實它是鹹蛋糕 它的糕比較實 但都算是挺香 老實說 這些送的大閘蟹 我都不會抱有超大的期望 但它這隻小隻 兩三兩 過口癮 還有它這隻開出來 裡面的膏都不是太差 如果這樣送的大閘蟹來說 所以這個餐我都覺得算是挺便宜的 還有做羊腩煲任食 真的是290元全包 我都覺得沒太多餐廳做到這個價錢 出去茶餐廳和羊腩煲都要兩三百元左右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來到這裡 希望大家都喜歡 如果喜歡記得訂閱給個讚 讓我有更多的動力 去發掘一些便宜的餐廳給大家 今天跟大家講到這裡 我們下條片再見 就這樣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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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